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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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有问必答》 如果有任何股份问题 欢迎打电话来我们《问股热线》 电话是204-6566 或者电邮给我们 ASK at VSHannel.com 我们这一节请来的嘉宾 有要财政圈市务总监郭狮子郭Sir 郭尹 你好 你好 我们事不宜迟 立即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接通了的有吴小姐 吴小姐 你好 吴小姐 吴小姐 再慢慢 你好 你好 我买了中滔环保 2.37元 现在跌至这样 应该结败 好 看看1363的中滔环保 现价报在2.02元 今天跌幅比较深 跌挤近4% 亦见过最低是1.99元 本身在2.37元 都持货 现在应该怎么看呢 因为细团好像都吸级向下 如何部署指涉位 招股价是1.48元 如果我没有记错 招股之后上市之后 走势很漂亮 当时环保的聚焦 亦是相当浓 但经过一轮的上升之后 出现了一个漫长的回吐 相对一年的低位 1.86元 现在这一分钟是接近低位 即是在低位盘住 如果你说买来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老实说 整个环保的板块 现在都不是焦点 我不管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 垃圾发电 或者污水处理 现在市场的焦点 也不是放在这个板块上 反而是一些金融相关的板块 例如A股升 券相股好 中仁售好 深广东如果要走 AH股差价那些 可能会成为聚焦 即是你要明白 现在市场的气氛 是放在哪一个板块 如果纯粹是一个短线炒作 输人几毫子 有时输就输 赢就赢 你都要懂计数才行 你买完之后 升几毫子你走不走 你可能都会走 即是升几毫子又走 跌几毫子 你应该是继续上要止蚀 现在这一刻 由于跌穿了一个星期的低位 $2.06 即是现在这一刻 连一个月的低位一旦穿上 下一个低位是$1.86 这个月也是一年的低位 捨不捨得止蚀 就要看你自己 就算市场进一步向上 我想整个环保 什么污水处理的板块 都不应该是焦点 起码不会太快是焦点 不过看估值17倍市盈率 就不算高 这是事实 只不过就是和几年前 什么环保什么环保 相关的项目 市场都看得很好 现在的气氛已经不在了 要理性点去看 对吧 好 谢谢郭sir的分析 希望可以帮到你了 吴小姐多谢你的电话内电 我们要听听一下 一位家庭观众 有杨小姐在电话旁边 杨小姐 你好 你好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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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请教你 这段时间收息股 我不知道好不好 其实我也是用来收息的 不过这段时间跌得很厉害 譬如我买了405 可能因为人民币贬值 跌得很厉害 其实我们用来拿着 真的想买来收息 应该怎么办呢 我不是新买的 都拿了一段时间 但我真的用来收息 现在跌得这么厉害 应该怎么处理呢 有没有说在什么价位有货的 两只股份 405都是前几年买的 都四个多钱 823都是低位 都是四十多元 但是我们都是用来收息的 主要看收息的话 现在股价跌了这么多 其实需不需要担心呢 第一就是 你两只来说 都是防托基金 领展收的是港元 人民币贬来说 跟它没关系 近期来说 就因为市场的聚焦 都是美国可能加息 你知道一加息的话 变成其他相关的公用股 或者类似公用股股 股份 一定是略为受规范 这个都很正常的 不过如果你说 一路有拿着领展 做一个中线的部署 我想你暂时就按兵不动就算了 事实上你现在这一刻来说 都是在一个月的低位附近 至于405月售防托 其实来说 收益都很稳定 不过股价大概13倍 相对领展8倍来说 它略为高些 但息率不差 以往值来说有7厘息 好了 问题来了 你拿着405月售防托 你是要拿来收息的话 如果基金价格上升 你就不要管它 不过唯一吃亏的就是人民币 这个回率 因为人民币的回率 未来一段时期 我个人看 仍然有机会做进一步的贬值 因为你要刺激经济增长 你一定要由内需 固定投资 出口去拉动 出口9月份已经跌了10% 以美元计 你未来的季度 未来的年度 怎么做呢 你要维持出口优势 人民币的贬值 我相信 都仍然有一定的空间 就是说 相关的资产 是会计算匯率的因素 405的价格 我想仍然会进一步下降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一个月的低位是4.31 如果穿了 未必会跌很多 你放心不会跌太多 但是 阴下跌些阴下跌些 这个很难避免 况且 未来的股市上升 或者新一辆的中期升浪出来 再说多次 都是内地的券商 内地的售险股 另外还有一些 基建相关的股份 会做好 其他的板块 我想有不少 是会跑输大市 包括防塗基金 亦如是 你是退休人士 你想是保守的投资 那你就不用拖心 如果你真的想跟贴大市走 没办法 有时都会考虑 需要不需要转马 好吗 好啊 帮到你马 容小姐 是 谢谢你的电话来电 好 好 最后都和郭sir 跟进大市方面的情况 看到今天本身也有个升势的港股 现在的升幅收窄了很多 升近85点 到22,306点 势头是否都保留 今天会比较反复一点 市场是否断定了 很难说 因为现在仍在12,15,10和18天线之下 只不过是 经过星期五和昨天 两天都跌了308点 走势是反复带远的 我看到大家都认同 不过是这样 大市其实就不是很多沽额 会不会有些因素 或者有些消息出到来 立即令到大市的行情是扭转 这一分钟我暂时都不知道 但我总是觉得 大市就算再下跌的空间 应该都不会太大 好 谢谢郭sir 对于大市的分析师 我们要听听一下 家庭观众李先生的电话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想问什么股份 是啊 八博先生我想问 440那些大新金融 是 是 本身是没有持有的 是 我说5万2元买了 我先多久就看到消息 说他买了保险 他说打算分钱 是 你说 是 我现在拿到现在 我想问问你 应该怎么办呢 OK 好 看回大新金融編号 440 现价报在51.1号半 暂时偏远跌3号下来 本身在52元有货的话 应该怎么处理 大新金融 看完业绩半年 少赚15% 其实没什么太大惊喜 也不会有太负面的影响 股价的表现略为偏远 其实相对一年的高位 54.5 现在51元 你仍然是一个一年的高位 在阻止 52元买的 你应该是中善少少部署 不过风险管理 需不需要做 由你自己来决定 如果对一些 比较保守的投资者来说 你买了就不要多心 如果你不信 不看好的 你就不要买 你既然买了去 做一些风险管理 例如一个月的低位是50元一毫 跌穿了就止是算数 你输了都是2元 最重要是股价走势 令你拿货拿得安不安心 至于你卖了物业 卖了资产之后 有机会派息 这是市场的看法 港灯有几百亿现金在手 即是电能实业 有几百亿现金在手 有没有派过出来 他都不肯派出来 你有什么办法 不是说 买一些资产 或者手上现金比较多 他就一定会派出来 未必的 不过派股当然好些 但无论如何都好 你持货不是太多 你暂时就安兵不动得 不过记得 一个月的低位是50元一毫 如果你持货不舒服 一旦跌穿了50元一毫 就考虑自己的持货能力和能耐 好 谢谢郭sir的详细分析 希望帮到你来 多谢你的电话 电脑这节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郭sir说的股份有哪种持有 是 没有的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会有五间总结的环节 再和大家更进 就是港股的情况